台湾芭比 走在天路旁 我彈這第一檔 等一下 幹嘛 你彈的是烏克利利 烏克利利 難怪我覺得少兩條弦 可惡 又被老闆騙了 等一下 肝膜啊 好黃喔 哇 病入膏肓 沒救了 走在天路旁 我彈這吉他 老牛對我望 牙和風來作伴 一句句唱 牙一聲一聲喝 水煙多瀟灑 我走回家 耶 回家了下班 喂喂喂 等一下 才剛剛到宜蘭幹嘛回家 怎麼辦呢 你知道宜蘭餐什麼嗎 三星窗啊 你只會想到吃的 宜蘭還產 郊溪溫泉 你怎麼會想到喝的 溫泉怎麼能喝 雖然有時候會偷喝兩口 宜蘭產這個 這個是什麼 宜蘭也產蛋捲喔 搭你的頭 好 這個是指 你知道指能幹嘛嗎 指寫字 寫字就能夠留下歷史紀錄 有了歷史紀錄就能夠做文化傳承 宜蘭產生的很多的文人近視 都跟一個傳說有關係 傳說 我們來了解這個傳說 這大愷也真是的 每次都只想到吃 這麼有文化氣質的宜蘭 當然是要先搞清楚 這跟文人文化有關的傳說嘛 我明明是我的傳說 讓他天長地久 睡夢的人 不停在等 好 好了 大愷 我們已經來到了 宜蘭的招應宮了 不要再瞎搞了 你這個假劉德華 讓我們一起歡迎 宜蘭地區的劉德華 黃總幹事 先生歡迎 歡迎你 黃總幹事 黃總幹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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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幹事 傳說呢 宜蘭的招應宮呢 跟宜蘭的歷史文化發展有一段關係 可以幫我們說明一下嗎 是 宜蘭招應宮本來就是天后宮 就是在目前對面的對接是 以坐西向東的廟像 那是因為當時地理師 那個圖掛說 未來我們宜蘭地區的子弟 能夠以後對文風發展 所以一定要把這個廟宜改成坐東向西 這樣會對我們宜蘭地址有很大的幫忙 黃總幹事 因為那個媽祖廟是要保佑那個海上的漁民 所以本來都是坐西朝東面向海 對 那現在那個地理師算完之後 要變成坐東向西 變成面山這樣子 面山 對 180度改變 對… 所以要保護宜蘭陽地址 所以能夠給宜蘭的文風能夠精進 有宜蘭的地址能夠考上禁宿幾人 是有這樣的故事 所以一轉過來之後就… 結果…我們轉過來 結果真的是有這個奇蹟實現 就是我們楊四方 李旺陽等 都是舉人盡視 文風逼盡 所以對我們宜蘭地址 確實有很大的幫忙 很大的這個… 一件事一件好事 那聽總幹事這樣子說的話 我們招音都應該有非常多的故事 趕快請總幹事 帶我們進去參觀了解一下 好不好 歡迎… 那像我們現在目前 我們所看到的龍寺 哎呀 門口馬上就有故事 有沒有看到 就是本來都是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石頭龍寺 但是我們這要非常透視 因為到我們這個龍寺 那邊有一個貶子 所以說每一個人如果 那個信徒相克 到我們這個廟裡來 還是一定有一個很大的福氣 所以說確實有這個 有這種音源 嗯 了解… 好…來…總幹事 我們到裡面再參觀 總幹事啊 這個我們一進來 剛剛前面的龍寺就有故事 那這邊還有沒有其他的典故呢 那就向各位觀眾報告就是 因為我們這個是趙運功 這個會長透視 因為當時是1812年的時候 因為隔馬南社廳 那時候有尾辦租服那個陽廳禮 的撲款 撲公款 然後次鑑就是以官方的鑑子 以供電式的鑑子 所以說我們有 這是一個三川殿 三川殿就是以前文武百官 準備這個朝貢皇帝的時候 的準備的地點 所以說有這個三川殿的設施啊 趙總幹事這樣說起來有200 最起碼有200年的歷史 200年 對 1812現在2012已經200年了 最少200年 那有沒有什麼地方是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有官方之間 比如說匾額啊還是什麼 有 有 我們到鑑店裡面就有了 鑑店裡面就有了 好 那快點 總幹事來帶我們來參觀一下 我們來三川殿是 官方式皇宮的準備的規則 總幹事啊 那你剛剛跟我們說 這個照應公是官方事件的嘛 有沒有什麼線索可以讓我們知道一下 那請看我們上面那個匾額是 是道王皇帝那個左壇海儀 就是 就是因為道王皇帝那時候 贈送我們給我們這個廟的 對 的一個匾額是一個證明 還有那個香爐 古香爐 是1810年 那偉伴之五的陽廳禮 送的那個 這個古香爐啊 也是現在是我們 這也是我們三級國家古蹟的之一 所以上面都有年份清楚記載 對啊 所以現在在我們整個照應公裡面 全部都是 兩百多年的古蹟 三級古蹟了 對 這樣子喔 那建築上面有沒有什麼 就是比如說在兩百多年前 他們建築工坊有沒有什麼 特別的設計呢 因為他們這個建築 不像現在的都是用鐵釘的 現在它是用卡榫的 所以說到現在你要這樣 因為宜蘭這是地震平凡 所以說到目前都沒有受到 為輕微的受傷 所以是感覺到說 當時的祭祀 當時的那個 那個工夫是真的 工法特別的細胃 對… 這樣子看一下 哇 兩百多年前的水泥工不得了耶 是不是 這個是木柱耶 沒有啦 總括來說說這是木頭了 這木頭 總括是什麼樣的木頭 可以兩百年 然後屹立不搖 那是蕭蘭木 蕭蘭木 蕭蘭木 對… 它絕對是不會變質耶 哇 經過這兩百年 風吹雨打到現在 還是完全沒有任何損害喔 對… 可見觀眾朋友 這個工法真的非常的精細 因為一根鐵釘都沒有喔 全部都是用… 擦筍式 擦銷 擦銷 來固定的 這樣子 不過… 我剛剛有發現一件很特別的事情耶 因為其實我們台灣Bobby呢 有參觀過非常多的台灣廟宇 都會有一個問題 都會有一件事情 就是說呢 他們要保護那個古蹟 或是保護… 保護比較那個重要的… 重要的財產 他們會用鐵… 鐵圍裡鐵柵欄啊 然後我發現 我們招銷購裡面 都沒有鐵圍裡鐵柵欄耶 因為我們宜蘭地區的那個… 那個… 我們的信徒啦 我們的鄉客都非常的鎖滑 所以說… 甚至說 這個馬祖也非常顯靈 所以大家不敢去… 這個是給他危害啊 所以信眾就特別的… 愛心 對…觀眾朋友 宜蘭人呢 都封攻守法 善良老百姓啦 我們給宜蘭人掌聲鼓勵一下 太棒了 我剛剛本來還想說 是不是有保全 因為我剛剛看到這些字啊 好像這些… 這些我們剛剛所有眼前看到的 就是金箔 這些應該都是用特別的工法 上上去的吧 對… 都是用流金 然後慢慢的用功… 這樣吸上去 所以這個… 每一個字都是金的… 真的金的那個… 材料 是… 鋪上去的 不是用… 金箔… 金箔,對… 貼上去的 然後大家還能夠這麼 豐功守法國 但是不簡單 好,那我們趕快來發揮一下 我們蘭陽平原 宜蘭精神 我們趕快來… 這個… 誠心參拜一下 好不好,謝謝… 謝謝… 今天幫我們這麼熱情的介紹 謝謝… 來…趕快… 好 雖然傳說妙一轉向 從本來的麵海變成麵山後 就出了盡視 但這不是我們節目要考證的部分 而是前人為了我們這些 後輩煞費的苦心 再加上的 則是新陳哲林 你看你… 把紙弄破了啦 笨手笨腳的 你不用這罵我 大凱,你看 趙英公的傳說很酷吧 真的耶,沒有想到 趙英公這麼傳奇 你想到趙英公跟 宜蘭的文化發展 有這麼緊密的關係 你幹什麼一整天 你拿那個蛋捲咧 就跟你說這不是蛋捲 這是紙 走,我帶你去聽 紙的故事 紙的故事 紙有故事 好,觀眾朋友 我們現在的地方是 大二節紙文化館 我們邀請到的是我們的 林大哥 林大哥你好 你好… 林大哥好 你好… 林大哥請教一下 我們日常生活用的這個紙啊 跟那個宜蘭 有這麼密切的關係耶 其實大家都忽略了 宜蘭曾經是 整個東南亞造紙 規模最大的一個地區 在日濟時代 日本佔領台灣的那個階段 日本引進的造紙的技術 來到宜蘭 當初他為什麼會選擇宜蘭呢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早期 而且也有一座糖廠 原來他們是希望說 糖廠生產之後的作紮 能夠把它提煉成為一種 造紙的原料 但是基本上 這樣的經驗是失敗的 後來因為發現 在宜蘭太平山有相當豐富的 所謂的林業資源 所以造紙很重要就是木材 造紙的紙漿 所以他就利用了太平山 這麼豐富的林業資源 作為他整個生產紙的一個原料 所以就選擇了在宜蘭 蓋了一個原東最大的紙場 算是一個就地取材的方法 是啊 究竟嘛 觀眾朋友 這邊的紙是手工傳統的做法 把它做出來的 而且做出了紙之後呢 然後他們還能夠把紙 當作那個手工藝術品 把它呈現把它製作出來 對 那這樣林大哥你們這邊那個 手工做紙那個可以帶我們去體驗 當然啦 歡迎各位 那我們就有現場就有一個 我們可以自己可以DIY 可以自己生長自己做的紙的一個 這樣子的設計 所以我們也可以DIY對不對 我這邊是讀書 讀書寫字有沒有 從來沒有說紙這樣可以自己做耶 我一定要做人生的第一張紙 來吧 珍惜之願 快點 我們來體驗一下吧 觀眾朋友 那個 我們現在要來體驗那個 造紙 然後呢 這個是我們的陳傑 歡迎他 各位好 歡迎各位來這邊體驗紙 陳傑啊 那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我們這個 這個水跟做紙有什麼關係呢 一般做紙一定會用到水 來去把紙漿散開 然後才能操成一張平整的紙漿 那這個是用有特別的水嗎 還是一般的水而已 一般的自然水就可以了 好 那所以剛剛這個擺一擺的是用 這個原料是不是 對 它是因為剛剛我們已經有超過紙漿 所以它裡面有含著這些裡面的紙漿 進去的水 這個叫什麼 紙漿 這叫紙漿 所以這個要去哪裡買還是 假如說觀眾朋友想在家裡面 體驗自己做一張 像我一樣 像通過水嘛對不對 這個就可以做 這個很簡單 你只要用我們一般的回收紙 再利用就可以 比如說我們喝過的鮮奶盒 其實鮮奶盒它裡面那一層 就是泡水之後軟化 把外皮撕下來 然後中間那一層白色 就可以做成像這樣的紙漿 那接下來下一步怎麼做呢 神經病 一般我們會先把這個紙漿 先泡到水面 然後把它打散 因為在這個時候 會有一坨一坨的感覺 打散在水中它就分散掉了 我們就在這個時候 會準備超紙 超紙 對 那我們會用超網 直接這樣子 把它立出來 把剛剛的那個紙漿 立出來 馬上就白白一層而已耶 浮在上面對不對 對 所以這樣子就會變成一張紙了嗎 對 它是白色的一張紙 白色的紙 對 那我想要彩色的紙怎麼辦呢 這個是我們用那個弧尾蘭 去做出來的那個纖維 弧尾蘭 其實只要有纖維的都可以做紙 像我們倒紙的 倒桿 倒桿 或是其他的只要有纖維的 都可以把它做成像這樣的紙漿 拉拉的 對 拉拉的 然後這時候要唱 拉拉哩拉拉 這個時候抄直 抄網 抄網 抄網放上去 就可以抄直 抄直 抄起來 然後就好好的 好好的 起來 有模有樣的耶 不簡單喔 這是我在節目裡面製作 最成功的一個東西 是不是 好 先把樹立一下 對不對 這邊的 這邊的水不要讓伯伯 沒有讓伯伯 好 然後再把吸水紙鋪好 對不對 上面有吸水布嘛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把它 這個方向 對… 先把它 拿起來 然後把這個呢 反蓋上去對不對 對 1 2 3 滾 好 準備 是不是覺得 我有很大的進步呢 對… 是不是很卓越呢 對 那個 吸水布 你用水是壓水不會吸起來的 他剛稱讚完你 你就這樣子 有沒有要這樣 吸起來… OK… 這樣可以了嗎 陳姐 好 快點 快點 喔 很成功了 很成功 然後到最後一個步驟了 對不對 吸水擺 快速的把它吸水 好感動 快…我們把握時間對不對 來喔 最後一個步驟 1 2 3 卡住 剛剛陳姐有拿這個 幫他按摩一下 有沒有抹擦一下 對不對 讓你的指張比較舒服 好 也可以大力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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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好 OK 好 完工 接下來呢 就把它拿起來 對不對 對 然後輕輕地把它撕下來 不對了 你看你… 把紙弄破了啦 笨手笨腳的 你不用這麼冒啊 沒有那麼嚴重的小事情 我們可以重新再來 因為他揮手紙 再重新再做很快的 怎麼做… 可以馬上給你看一下 快點陳姐你快救我啊 不然我又被他按摩罵了 我把紙丟在這裡面 就重新再來了 你看他會很快就散開了 有沒有 哇…化掉了耶 這樣再還原了對不對 對 這樣化掉成紙漿了耶 又變成剛剛的原料了 那已經可以重新再抄一張紙了 太酷了… 所以我們現在 再做就可以見屍還魂了喔 真的沒有磨出來的耶 大愷如果你有不想讓應該知道的事情 寫在紙上就用這個方法 把它有沒有…化掉了 哇…太棒了 來…這次我們要謝謝陳姐呢 今天教我們觀眾朋友這麼好的方法 在家裡面就可以就地取材 做一張你自己的再生紙對不對 是的…觀眾朋友資源再回收 我們要隨手做環保 青山綠水永德堡 喔耶…趕快再來做兩張 在跟大愷第一次造紙 搞得手忙腳亂的同時 我也發現了 在這個紙無畫館裡 紙張不再只是平面拿來寫字而已 甚至還可以在這裡教大家 怎麼將平凡無奇的紙 拿來做各種變化 耶…我們完成我們生平的第一張紙了 耶…太棒…太棒了 我們兩個今天變成造紙界的達人了 太棒了耶… 蔡倫你好 你好…所以飛輪凱中的那個輪呢 就是蔡倫的輪 太厲害了 不過呢這個紙石是平面的嘛 對啊…然後這邊看到的 很多那個藝術品它都是立體的 所以我們要請教我們的林大哥 你好…林大哥 林大哥怎麼樣把一個平面的紙張 變成立體的藝術品呢 其實剛才你們戴的那個烏克利利 那個上面的這一套輪 就是立體的啊 這個龍…這個龍是立體的 這個是我們紙做的 這不是塑膠射出嗎 沒有…這個是我們的手工紙 透過一些鐵絲把它做成的 這隻龍是…這個紙可以把它做出來的嗎 對啊…就像這樣子啊 我們就先畫個草圖啊 畫個草圖 對…然後再用剪刀把那個模型把它剪出來 然後再用鐵絲慢慢慢慢慢慢整整整把它支撐 就變成立體了 就變成立體了 不要在這邊發下狂語 我們有真的證明下嘛 對不對 但是今天顯然時間不太夠啊 像這個東西 像我們做這麼大點 我知道… 這個龍就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帽子小時候 它長大變這樣 真的耶 這個就是龍鳳雙包嘛 對耶 長得真的很像 所以這一頂整頂都是紙製品啊 對 如果說用手工的 一頂要做到一兩個月的時間 對… 林大哥 我們今天可能不要那麼多時間 可不可以教我們做一點比較簡單的模 可以嗎 來…我也想要用這一張 不過… 不過我想要把這個招財淨寶呢 改成台灣寶比 好 我們來體驗一下 先把木板噴濕嘛 噴濕 不是啦 紙張噴濕 當然沒有那麼快 先把你的臉噴濕啦 保濕 對不對 先輕輕噴 但不要噴太多 稍微感覺紙張有點變軟了之後呢 感覺好像可以再多一點 對 好 下一個步驟呢 前趴 朝下 平整的對齊 然後接下來呢 先用手壓 先用手壓 把框給壓出來 但是因為我們要改變裡面的字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就不要壓到它那個 才不會去拍到 可以把寶拍出來了啦 不會 拍出來沒關係 反正你在拓硬的時候不要硬 好舒服喔 其實拍喔 你要一個一個步驟 一個一個七塊拍 那的話你不知道那個地方 到底拍的機能 來… 偷看一下喔 其實滿均勻的耶 你看 有了…全部都有了 好 接下來真的莫子之間 兩個要稍微拍一下 然後在這邊tiss 閃爐… 哇 還好我動作名… 喔 這樣太黑了 這樣太黑喔 對 好 OK 這樣差不多 好 OK 一人一個 輕力點喔 要四塊一點 哇 大家都相當小心翼翼 生怕變成縱死之地 我剛剛好像有一點點 勾到旁邊的框 不過… 你勾到招旁邊的人 又要弄到飽了他 歷時六個小時之後 在阿菲的傑作 哇 終於快要完成了 好不好 我們趕快把我們的成品 拿起來給觀眾朋友看一下吧 好 醜媳婦也要獻公婆喔 何況他長得不醜 來 是不是 不是 中間是空心的 我們要寫什麼呢 台灣寶貝 那個在這邊寫的 多好 台灣寶貝 台灣寶貝 超絕圖的 超絕圖的 很難的對不對 滿好的耶 你也有夠輸喔 肉注意啦 對 要寫又美麗 又美麗的 回來一點點的草莓 所以不用光 完成了 太棒了 看看我們的成品 對 成品的第一張紙 而且也是完成我們的作品 而且是我們台灣寶貝 我們台灣的這個節目 我們還有這一集最重要的人 蔡倫 在紙物畫館展現了一下 小弟的書法技巧之後 林大哥帶我們到一間 充滿了字的房間 而密密麻麻的字 有點恐怖 也有點暈 林大哥 你到底想對我們兩個幹嘛 你就說吧 為什麼要把我們兩個 帶來這種小房間 你們兩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房間裡 有一個共通的地方 有啊 這些字都是黑色的啊 沒錯 而且這些字呢 都有米這個部首在裡面 對 今天我們在這個房間裡面 就是要介紹 跟米有關的這些國字 可是林大哥 我們剛剛是在做紙 紙跟字有有關係嗎 紙當然跟字有關係啊 比如說我們剛才做的 紙裡面有很多的大草 那稻草當然跟米就有關係啊 哦 稻草跟米有關係 就是因為我們剛剛做紙的原料裡面 有稻梗嘛 對不對 對 那你帶我們來這個房間裡面 到底是想要幹嘛呢 考你們啊 你們真是幾個國字啊 林大哥 不好意思啊 我們兩個什麼都不會 最後就是經得起考驗 林大哥跟你介紹一下 鄭大高財生 台藝大戲劇碩士 好不好 警官考 警官考 好 那我們就先出一個字 來吧 這個字怎麼念 這個 高財生這個字怎麼念啊 林大哥 我是在想說 我也想知道這個字怎麼念 因為剛剛那個鄭大的高財生 他有問我說 他想知道這個字怎麼念 我就說他是跳 你還問我真是 你還叫我幫你問 哇靠 我真是丟臉 林大哥這個字太簡單了 你有哪一點的字啊 不是啊 林大哥你剛剛說 考兩個字嘛對不對 那第二個字呢 好 那就這邊 好 那 第二個字怎麼念啊 林大哥是這樣子 因為剛剛那個 台藝大碩士高財生 那個大海呢 就是請我來問你一下 這個字怎麼念啊 那這個字怎麼念呢 我就是不知道嘛 好 這個字叫 底 你看看我剛剛就跟你說底了 你就不相信我 還叫我去問人家 對 我丟臉還是 我們剛剛只是想印證一下 其實我們也知道 這個字唸底 不過這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你怎麼讓我們介紹一下 好 那就要介紹 第一個字開始來 這個字呢 你會看到這邊有一個叫 叫做粗糜 那在台語 這個字叫做 鐵 鐵切 不叫米 因為以前 農屋收割 倒股之後呢 賣給糧商 所以叫做鐵切 切 那個時候還沒有加工 所以叫切 那這個字呢 就是已經 加工之後 變成白米金米 那我們一般家庭主要到 那個糧商那邊去買米 叫做鐵 鐵 鐵米 所以它叫米 喔 觀眾朋友 鐵米 買入對不對 入米 那 出售呢 跳 出米 哇 中國字真是太有意思了 這就是象形文字有趣的地方 不過這個中文字其實很簡單 有邊讀邊沒邊唸中間 馬琳達哥愛你 是這樣子是不是 那我來討論一下大海大海 那這個字叫做 這字還不簡單 就叫臭嘛 大海那個字唸球 你知道什麼叫球嗎 你現在這樣子就叫球 等一下說我們走吧 讓他給他在那邊用工 讀書一下嘛 球 真球 原來在造紙過程 需要加入植物纖維 稻草 便是很好的原料之一 原來林大哥 帶我們到古昌來是有意義的 紙還有米 在整個大二節地區 是密不可分的 林大哥我們剛剛學了兩個 買米跟賣米的國字 笛跟跳 那跟我們來這個地方有什麼關係啊 這個關係相當密切喔 因為這裡是古昌 早期農民要把古物賣給梁山 他就會把它存放在這個古昌這個地方 另外呢那民眾要吃飯 那也要向梁山買米 那一樣要到這個地方 那所以呢早期民眾叫做 秋昌 就是把米賣給那個梁山 另外那個民眾呢 要吃飯的時候 向梁山買米要 吃力 吃力 多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就是古昌就對了 這一看也知道是古昌嘛 林大哥你們想要考我們 是啦是啦 你看這牆上的這個渡量痕 這尺一目了然對不對 這就是要這個計算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古昌呢 它到底還剩下多少的存量 對不對 是不是很厲害 是是是 那基本上這個存尺度 就是在計算到我們 就是乘以它的比重 從它的容積乘以比重 就可以計算它的重量 好吧 那問一個比較簡單的 那這又是什麼 林大哥這還不簡單對不對 剛剛這個呢 這個渡量的尺度呢 大海都搭了出來 那這種比較簡單 大海一定沒問題 交給他就好了 嗯 呃 林大哥 我看還是由我來介紹 比較快 應該是善解人意 好貼心這樣 就是這樣 稻穀存放在古昌之後 最害怕的就是潮濕 早期呢 因為沒有冷藏設備 那我們的農民就很聰明了 他就設計了這種透氣的竹籠 讓整個存放稻米的古昌 能夠維持那個空氣的乾燥 透過這樣一個熱對流的概念 讓濕的空氣往上帶 讓乾淨的空氣能夠進來 那像牆壁上的一個洞一個洞 都是讓冷的空氣進來 讓熱的空氣往上帶 可是 好聰明喔 透氣孔透氣孔 可是有這些洞 就是異蟲害蟲不會進來 老鼠就進來吃啊 在整個洞的設計裡面 它其實有一些黃隔的 讓老鼠沒辦法進來的 相當聰明耶 仙人的智慧真厲害 這二節古昌 還真是個長知識的地方 除了認識跟米有關的字 了解古昌的設計特色 知道農民地的12個月份該吃啥 還有跟農業相關的鯉魚 在參觀的過程中 我和大愷看到這高聳複雜又復古的古昌 不禁讓我想起了一些電影的情節 為了解古昌道 所射的電影 審計特色 只有大愷看到 我和大愷看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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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它 你幹什麼一直追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一直追你 那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追我了 外面再鬧計畫,你趕快放涼 涼什麼涼,老子都不老子嘛 你趕快放涼 我讓你討厭 這樣都被你發現我很涼了嘛 追我追那麼久 我都不知道你叫什麼名字 我是 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Waterman嗎 不是啦,我是 李小龍嗎 你是李小龍 李小龍他穿黃色的,你穿白色的嗎 穿那麼久,誰都失敗了嗎 哇 帥白的好帥喔 我叫你白帥帥好不好 你呢,你幹什麼 你… 我是美女的嗎 巴蘿蔔 嘿唷,嘿唷,巴蘿蔔 你幹什麼巴蘿蔔啦 你成熟一點好不好 你不知道啦 依然呢,轉向180度的廟 除了招音宮之外 在二姐還有一間喔 你這樣說我就懂了嘛 二姐鄉的鄉民呢 也是希望這邊能夠多出一些 這個舉人近視 你這樣說 完全了解,走吧 不是啦 是因為神秘想住大房子 神秘想住大房子 關於180度轉向有什麼關係 你想想看,一間廟這麼大 他轉了180度 他還是這麼大啊 就說你笨咩 他除了轉向180度之外呢 他還移動了100公尺喔 移動100公尺 你不要騙我 廟怎麼可能移動100公尺 古時候呢,有漁宮移山 現在有千人移廟 我們馬上去了解 巴蘿蔔 巴蘿蔔 啤酒 你不要拉我... 阿飛啊 我跟你講,這次來到二姐鄉呢 王宮廟 這次我功課可是做主的 你看看 這樣子的設計 真不愧是 葛馬蘭二代降師的精心傑作 童梁洞架之間 雕梁化洞 你看看這些缺帝 功法多細膩,真是感動啊 你是哪一隻眼睛看到 古功古法,功法細膩 我告訴你,你有沒有發現 哥馬蘭二代降師 他們的設計感 完全符合我們現代人的需求 相當的有時尚人 真不愧是以鼓以精的一個 非常好的專業設計 給我看清楚,那是漢階耶 漢階 我告訴你,你就不懂了 你記不記得我們剛剛去的照應宮 在照應宮的時候呢 那個師傅特別有說 所有的動架之間 結構完全不上一顆釘子 你有沒有看到 漢階就是他們最好的證明 想不到在兩百多年前 哥馬蘭二代降師他們的功法 就是有... 還沒說啦 我們那個王宮廟總幹事呢 吳大哥已經在這邊等我們了 我們趕快獎先歡迎吳大哥 吳大哥 你好... 歡迎... 真的這個功法真的相當細膩耶 你們搞錯啦 這個不是 這是我們的臨時行宮 行宮? 對 我們的神尊的行宮 為什麼要有行宮呢 因為我們舊廟要移植以後 然後我們才蓋新廟 然後新廟來 然後我們神尊才能夠到新廟去住 所以這是我們臨時行宮 並不是你看到舊廟 所以吳大哥你一直說 那個之所以要移廟 是因為原本的地方要蓋新廟嗎 對 所以行宮的概念就有點像是 假如說我們家裡要裝潢的話呢 我們就要先去借住朋友家 或者是去住飯店 五星期的啊 五星期 這是五星期的呢 你好聰明喔 所以說這是大替主的就對了 對啦 對啦 吳大哥請問一下 當初這個廟呢 是怎麼樣移動的啊 像這個廟呢 一般我們像這個廟的話 就是重蓋 重蓋的話就是把它側解 然後蓋起來 但是我們不是 我們就要把它保存當成骨蹟 所以說我們思維說 我們可以用拉著過去 我們可以全部牽過去 所以我們動用了一千兩百個人的力量 把它全部慢慢重移過去 然後它有轉向 然後就是說 從一百公尺的地方 拉到現在的位置 那個時候人太多了 一千兩百個人怎麼去控制啊 很難控制 然後我們就是用擊鼓的 當成信號 一擊一次 大家一個聲音 然後大家拿一次 就來拉過去 慢慢慢慢 幾三個月的力量還拉過去 喔 耗時三個月 而且廟方想了一個 非常聰明的方法 就聽到鼓聲的時候 大家一起 發 騎星星 就跟我們剛剛拔蘿蔔一樣嘛 拔蘿蔔 拔蘿蔔 好 這樣子大家才能齊心協力 不然你想想看 一千兩百個人 大家一起扯 如果那個力量不同意的話呢 整個廟就分崩離析了嘛 會啊 真的真的太棒了 原住民耶 好 吳大哥 有原住民口腔耶 是耶 吳大哥 那趕快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王宮廟的原址好不好 好 我們慢慢過去那邊看 好 趕快 很好很好 普建築物是張作的 好 我真的看起來很有Feel 很古意盎然耶 真的耶 吳大哥啊 我們這個廟看起來有點 太舊了吧 傷髒的耶 你們都平常沒有在做清潔工作嘛 真的 就是我們的重點在這裡 因為我們要保存它的原來的相貌 我們把它扶納縮完 或者就變成了 好像是金屁股的樣子 可是我們就是廟 我們就是保存起來 就把它裂成古蹟 就是因為讓它說 讓它整修 讓它保存原來的樣子 所以把它扭起來了 觀眾朋友 它之所以沒有重新粉刷 原因的就是 把這邊當作古蹟文物這樣子 保存下來 讓大家觀眾的可以看到 最原始的風光 最原始的風光 這些斑駁的痕跡啊 對 你看到這些 都是我們的甜蜜 你看這個 這個褲子都超有V有沒有 就是一個 古蹟的感覺 吳大哥 我看到它有很特別的東西耶 對 一般廟裡面的蝙蛾啊 它都是有龍 有鳳嘛 對 可是這一塊蝙蛾上面 有一個太陽耶 這個蝙蛾有點來歷了 有點歷史喔 這是日本人送的 日本人送的 等一下 吳大哥 我沒有聽錯吧 沒有沒有 日本統治台灣的時候 是打壓我們的宗教信仰 然後強迫我們辦它的神社 對 日本人送蝙蛾給這些廟 對 這個是有一點原故 也是個故事 當然它是 它就是一個主管的女兒 它發燒很久 然後西醫中醫都治不好 然後地方人士的人 請他說 你來翁公求看看 然後他就是來翁公求 然後翁公給他指示 然後他們就照指示去做 然後病就好了 好了以後就送了一個很大的餅 難怪這個上面寫恩童再造 對 就是感謝他把病治好了 所以聽吳大哥這樣講 我們現在這個廟已經不只是一個廟 它同時也是一個文物館 大家可以來參觀 對 歡迎參觀 對 大愷 怎麼樣 哇塞 什麼東西 你從來沒有看過那麼大的 哇塞 這個也太大了吧 這個太驚人了吧 幫我辦一下看看 假的嘛 那麼輕對不對 對 不對 這不是火力龍喔 這是岩木的咧 岩木的咧 這岩木的很細 不要假啦 我有在錄電視節目 我知道這個飛機木 你們知道嗎 做道具有沒有 打爆人家的頭 很輕的嘛 大概多重看一下 哇 哇塞 吳大哥 這個有多重啊 這個喔 有十五斤重喔 而且這不是 這是真正在使用過的 不是道具 是真的喔 要使用過的 看中朋友 這個大概 我這樣拿起來 大概有七八公斤喔 我也對啊 對啊 蠻重的喔 哇塞 那那個吳大哥 請問一下 為什麼會有那麼大的杯啊 這是我們翁公廟 要決定地方大肆的時候 才是要使用到的 而且有大 中 小 然後請示翁公 翁公說 這三個的請杯以後 才能更決定 像我們這次千人一廟 也是請示翁公 也是用這個三個杯 然後請示三次 才可以定案 然後翁公說 可以 我們就定案了 就這樣子 喔 這個好簡單的原理喔 決定大事就要用大杯啦 大愷 那這樣子呢 有沒有 決定大事要用大杯嘛 對不對 來…做大事的人 要這麼拔 要大杯 你不要這樣子 我這個人其實 成不了什麼大事的 阿飛快幫我一下 我…我這個人 都用小杯來決定我的大事 吳大哥來 我們去決定大事 好啦好啦 我們走了 我們走了 我決定在這邊做一些小事就好了 我人生無大之快來幫我 小弟 你知道為什麼狗不叫嗎 大哥告訴你 狗不叫是因為 狗沒有吃飽 開玩笑的啦 欸…怎麼會有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好像是一封信 欸 這封信裡面 欸…這封信 小弟… 小弟… 信裡面什麼都沒有寫好大 小弟裡面寫很簡單嘛 你去拿筆去外寫 我們就帶筆好大 你很笨耶 我們後面就有一支筆嘛 然後下來寫 我會有大筆 你不找我 老大我搬筆喔 我不是老大 筆搬不起來耶 是啊 自己怎麼那麼笨 筆搬不起來的話呢 就這樣子寫不就好了 這無愧是 我們兩個的老大 好聰明的方法 把這筆都沒有筆的這個問題 好主任 你好 好 趕快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做鉛筆的流程吧 沒問題 之前啊 我們先問幾個問題 怎麼這樣啊 要誤問題了 要考我們是不是 我都沒有 我們阿菲倫凱呢 什麼都不會 最後就是經得起考驗 來吧 你們知道那個黑黑的筆心 怎麼放進鉛筆桿裡面 黑黑的筆心怎麼放進去 這麼簡單 大海告訴他 關於黑黑的筆心怎麼放進去 因為裡面有一個洞嘛對不對 我們先做一個黑黑的心 然後我們再大力的把它擠進去 不就是這樣子嗎 金鋼鋼啊 對 金鋼鋼啊 來 答案在這裡 首先呢 有兩塊的木板喔 那木板上面 你挖鉤 筆心放進去之後 兩片那裡合起來 合起來之後 再把它切成一支一支的鉛筆就完成啊 下一個問題嗎 對對對 好 那你想想看啊 對我們來說啊 我生產一萬支鉛筆啊 沒什麼問題 但是呢 你要怎麼算一萬支鉛筆呢 哈哈哈哈 這麼簡單 怎麼算一萬支鉛筆呢 大海告訴他 這個時候 我就要找一個工人 他日以繼夜 焚高祭軌 每天都在那邊數鉛筆 數到最後他眼睛就會這樣子 然後呢 他就會說 老闆 我現在是不是算到9798支 老闆 老闆 我剛剛說幾支 這從頭來對不對 是不是就這樣 大概 明天你就可以下班了 不用來了 那到底是怎麼計算呢 來 我們來看看這玩意兒 哇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金字塔倒過來 鉛筆的兩斗 哇 鉛筆還有兩斗 一把一把的鉛筆放上去 我們就知道它到底有幾層 答案就出來 它是先讓它有規則性 沒有說第一層一支 第二層兩支 第三層三支對不對 對 但是工人啊 不要這麼累 那算一算 這邊到底有幾層了之後 我們就去看小鈔 看小鈔 層完之後再加三十支 就會變成三千六百支 所以最多的樓數就是三十樓 是最多的 對 好 那我們真的要聰明 下一包一定也沒問題 真的 看不快 唐主任一定會出一些難的題目啊 哇 唐主任 這個鉛筆看起來五顏六色 好繽紛喔 對啊 什麼顏色的都有 很漂亮喔 對啊 我們幫人家做而已 每一個都有不同的顏色 不同的商標 是喔 所以 比如說我自己有喜歡的圖案 我們想做一支 飛輪楷的台灣波比鉛筆 也可以交給你們製作嗎 當然可以啊 而且今天啊 我就可以帶你們去做你的筆 其實台灣很多的產業 都跟這鉛筆學校一樣 從原本勞力密集的年代 到替外國廠商做代工 到自有品牌做外銷 最後便是要精緻升級到客製化 哈囉 觀眾朋友 來到了鉛筆學校呢 鉛筆學校除了有提供客製化的服務之外呢 來到這邊也可以DIY做自己想要的筆喔 例如說呢 寶寶媽媽可以做筆給小朋友 她人生中學習呢 拿到的第一支鉛筆就是你送的 而且呢 DIY設計可以做你最喜歡的圖案上去 對不對 那今天呢 我們兩個飛輪楷呢 喔 好 我們因為我們的節目名稱是 DIYWANBOBBY嘛 所以呢我們也準備了一支 DIYWANBOBBY要送給你 至於要怎麼得到呢 請上DIYWANBOBBY的FB粉絲專頁 你就知道要怎麼樣拿到啦 到時候你收到的時候呢 就會像這樣子 涼涼涼一支